我叫做杨晓清 毕业于三重三工 我自己对读书比较没兴趣 然后也没有方向 所以就想说 那我就先去工作看看好了 说不定可以在职场 就是找到自己的兴趣 结果那时候看到这个方案的话 就是因为他就是推一些 去就业两到三年 那你再决定要不要继续工作 还是升学 现在就是升学有多一个选择 是觉得我可以做尝试 那家里没有就是给我 就是经济上的压力 可是在得知这个方案 就是每个月有补助一万之后 就觉得多一种保障 看了蛮多工作 后来就是有看到 这间公司这次的婚礼企划 就觉得蛮有兴趣的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先练习 整理裙摆 因为新娘的裙摆不是很长吗 然后我们就要练习怎么样 帮新娘的裙摆 就是顺得好看 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做起来不那么容易 第一次做喜业那一个晚上 就是一下班就整个非常累 累到已经就是没什么知觉了 上公车的时候就准备要到站要下车的时候 我因为真的太累 我就趴在那个公车栏杆那边 胃着 然后司机就说很累 我说对啊第一次做婚宴场 他说那你想放弃吗 我说不行我要坚持下去 觉得自己的未来要自己决定 就是不要被别人左右 因为路是自己要走的啊 别人再怎么帮都是有限的 那就更不要因为别人说 你可能就不看好你 那你就不去做 这样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突破啊 不要被别人局限了 勇敢做自己 你永远都没有介绍 我永远都没有 你人家俩没交看 我当下路是前面的